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我们来看看上映于2002年的《升华危机一》《变种生还》 这个故事是由一部日本同名的经典游戏改编而来 片中基本还原了游戏场景 惊险的画面,震撼的音效,还不忘了来点恶趣味 绝对是深夜躲被窝肯鸡爪的好佐料 那就让我们一起去尝尝吧 为达到王健林的无数个小目标 安布雷拉公司不顾商业人类道德 在他们家的地下研究中心风潮进行生化武器的研制 因为一次不知是意外还是故意的事故 他们研制的一种病毒被摔破在实验室里 病毒迅速传播着 先适合控制整个风潮的超级计算机红后 立刻启动防卫系统,以防病毒扩散 被困的数百名工作人员以迅力不及掩耳之时被全部杀死 紧接着女主出场 暂时失忆的阿里斯在自己的浴室里裸睡 先后遇到了自身警察的马特和维恩等人组成的特遣队 特遣队逮捕了马特,带着她和阿里斯进入风潮 随后,他们又遇到了带着阿里斯同款戒指的哈克斯到此 危机逃生队才组队完毕 为了关闭红后,他们必须在这个风潮般的迷宫里 穿过一个比一个恐怖的障碍 可惜他们没能全员通过最后一个 队长在摆了酷酷的棋手势后 不断口呆的被激光分成了无数块碎片 剩下的六个人进入主机房看到了红后 竟然是个软明的小女孩 红后苦苦哀求他们别关 不然他们全部都会死在地下 他们当然不会被迷惑 毅然决然地切断了电源 但很快就发现,是自己迷惑了自己 数百名死而复生的丧尸和丧犬 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咬来 一旦被咬到或抓伤就会受感染 甚至变成同类 时间在他们和丧尸的对抗中一点点流逝 雷恩终于忍不住告诉大家 整个中心将在不久后关闭 要是在关闭之前没出去 就再也变相出去了 在他们喊了句 之后,爱丽丝立刻跑去启动红后 随后他们得知是剃冰毒造成了这场灾难 也知道杀丧尸要打头打脊椎 当然还有红后重复恩寺 不会让病毒扩散 于是他们多了点信心再次上路 在途中,他们都英勇地通过了人性的考验 期间,爱丽丝的记忆不断闪回 看到帕克斯手上铜管戒指 想起黑羞的场景 杂烂丽莎的头想起和她约定偷提病毒的协议 经过实验室,想起有毒药就是解药 可惜也唤起了帕克斯的记忆 这祸身为爱丽丝的男友 竟然扔下所有人跑去毒食解药 当然违背人性是不会有好下场 还没注射解药就被突变体咬了 最后被女友遇到弹死 终于他们坐上了出去的列车 雷恩也在突变前象征性地注射了解药 但红后的话依然在耳 我不堵运气 突变体突然袭击 又死了两个人 最后只剩爱丽丝和被抓伤的马特 赶在最后几秒前逃出中心 就在他们松了口气贪软在地上时 红后的话油燃在耳 我不堵运气 一群戴着防毒面具的人 把他们强行分离 等爱丽丝再次罗醒 整座医院甚至整座城市一片狼藉 大街上飘落的报纸 赫然写着 活死人横行 爱丽丝颤微微地走在大街上 举着枪 警惕着这一切 这场危机到底是结束了 还是刚刚开始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收看更多精彩科幻电影 请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见